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宿舍里的昆昆每天晚上都要上两千遍厕所 臭的同学们在宿舍里面简直生不如死 而小明为了活命更是连夜逃离了学校 但由于小明没什么钱 所以只能在校外租房子住 但好在房东是一位善良的周年大婶 他才知道小明是学生后不仅降机了房租 每天早上还会给小明送去可口的美食 小明对此非常感激 当场就掏出了自己祖传200年的老肉 要跟房东分享 谁知道房东说 谢谢你小伙子但是我不吃肉 你要是能帮我打扫一下房间就好了 从那以后小明每天放学 都会回来帮房东打扫房间 有一天小明在清理房东卧室的时候 突然发现卧室里面竟然有一个铁笼 好奇的小明趴在上面去看 这时一只发了疯的猴子突然跑了出来 对着小明大吼大叫 这可把小明给吓坏了 房东听到声音后赶紧跑了过来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我家孩子没有吓到你吧 啊什么是你家孩子 哎呦你是有所不知啊 我家孩子原本是一个大帅哥 而且还非常聪明 可是有一天我家孩子去买雪糕的时候 被雪糕刺客给刺傻了 从那以后他每天都发了疯的学习 只要一天不学就会浑身打授 为了不让他出来祸害人 我就把他关进了笼子里 他在笼子里面整天不吃不喝 很快就饿成了一只兽红 哦对了 如果你看到我儿子的笼子没有挂好的话 你赶紧跑知道吗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第二天刚好是小明的生日 小明打电话让昆昆来陪他一起吃蛋糕 昆昆一听有好吃的 高兴的边下蛋边往小明家里跑 可是到了晚上 昆昆也没有到小明家里 小明非常生气 他认为昆昆欺骗了他的感情 正准备给昆昆送核弹快递的时候 这时眉卖突然传来了激进 小明开门一看 发现声音竟然是从房东家传来的 小明想上去敲门 但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立刻逃走了 你知道小明为什么要逃走吗 卖核弹的小女孩 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平安夜 大街上来了一位卖核弹的小女孩 她吆喝道 卖核弹呀卖核弹 买一斤送一斤 杰哥走了出来 他说道真是太逊了 现在谁还买核弹啊 像我这么勇的人都是买自爆飞艇的 小女孩连忙说道 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核弹可以帮你实现愿望 啊真的吗 能让我也登大廊吗 当然没问题 太好了我要一颗 我们的核弹都是按金卖的 一斤三百万美刀 请问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就这样我们的小女孩 还是没有卖出核弹 她又冷又热 只好拿出了核弹 想要点一颗取暖 这时核弹说话了 年轻人我是核弹之神 请问你有什么愿望 啊我想见到我的奶奶 啊没问题 只要你点燃我 我就可以帮你实现愿望 于是小女孩点燃了核弹 当天夜里 全村人都看到了她的奶奶 好了现在是读评论环节 首先是我们的MC的杨晨 他的评论是 趁现在没人我是 兄弟不用感谢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无聊校长 为了给他体弱多病的儿子买飞机 竟然强迫每个同学 都要捐款一个亿 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 我特别高兴 昆昆更是激动的拿出核弹 就要跟校长同为余计 最终在同学们的集体抗议下 校长把一个亿改成了一百万 同学们一听 哎呀这四舍五入就是省了一个亿 这省钱就是赚钱 那我岂不是要白嫖一个亿 于是同学们纷纷卖掉了房子 抢着给校长捐款 等轮到昆昆捐款的时候 昆昆说 校长啊其实啊特别惨 啊还没出生的时候 爹妈就不要啊 要是没有学校的公共厕所 啊早就饿死了 校长一听 这个可怜的孩子你不用捐款了 啊真那么校长 没错你只要帮我打扫五十年厕所就行了 一天晚上昆昆正在睡觉的时候 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昆昆接起电话发现竟然是校长 哎呀昆昆不好了 我儿子上厕所的时候硬力过猛 我家里上去都突然炸了 现在炸的到处都是 你快过来修修吧 没办法昆昆只好跑去厕所修了起来 等到昆昆凶娃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两点半了 昆昆正准备睡觉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来让我看看不要了 气得昆昆连忙下床 来到隔壁宿舍就敲起门来 可是敲了半天都没有回应 于是昆昆只好先回到宿舍里面 接着睡觉 就在昆昆刚躺下的时候 外面的门突然醒了 你好先生 你的外卖出来拿一下吧 昆昆因为不想动 所以装作没听见接着睡觉 可是外面的声音却一直在响 昆昆忍无可忍 正准备去开门的时候 外面的声音却不见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昆昆刚起床 正准备出门拿外卖的时候 却发现周围竟然围满了警察 警察看到昆昆还活着非常惊讶 哎呀小伙子你真是幸运啊 这是这发生什么事了 昨晚上有一个疯子 想让从外面园到处敲门 只要是给他开门的都出事了 我看你的房间门也是开着的 你怎么没出事 昆昆想的想 昨晚上自己的房间门确实没关 但为什么外面园没有进来呢 小明非常喜欢看西游记 每天能看八百多集 有一会小明看到电视里的孙悟空 在偷吃仙单 吃完后变得刀枪不入 力大无比 非常羡慕他觉得 我要是也偷吃一颗仙单 那我岂不是比孙悟空还要厉害 于是小明四处打听 那里有仙单卖 结果问了一圈谁都不知道 村里的无良村长知道这件事 想要捉弄一下小明 他面对小明说 我们后面的山上有很多野生仙单 个个晶莹剔透香甜可口 而且吃了包治百病啊 小明听到后非常高兴 他来到山上一看 果然发现了满地的仙单 而且羊群那边特别多 小明看到后高兴的捡了起来 很快小明就捡了满满一口袋 拿回村和小朋友们分享了起来 小明回到村里 把仙单扔得到处都是 目的就是为了和全村人一起分享 小明想给村长也送点过去 看门后却发现村长 因为吃坏的东西生病了 这小明一看 哎呦 那不巧了吗 我就是来送仙单的呀 于是小明想把生下的仙单 全部送给村长 结果村长怎么也不肯要 很让小明快点回去 小明看到后非常感动 村长实在是太伟大了 知道这仙单来之不易 宁可自己生病也不吃 真是一个好村长呀 于是小明回到家中烧了一锅水 把剩下的仙单全部放了进去 不一会儿就获得了一锅汤药 小明闻了闻挺酸的 确实不一般 于是就给村长送了过去 结果当天下午 村长就进了全市最好的医院 而奇怪的是 整个村的村民全部进去了 所以说外面的东西不能乱吃 真的很危险 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 学县市堂里的饭特别难吃 校外的流浪狗吃过我们的剩饭后 当场暴毙 可就是这么难吃的饭 同学们竟然吃得很香 而且竟然连一点剩饭都没有 有一天外地的小明到我们学校吃饭 结果刚吃了一口就直接吐了出来 可恶啊 这个是给人吃的嘛 给狗狗都不吃 这种东西只配进垃圾桶 这一切刚好被是他大妈看到了 大妈看到小明浪费粮食非常惊慌 立刻跑过去跟小明说 小朋友快把你扔了炸鸡捡起来吃掉 小明一心气坏了 啊你你竟然让我吃垃圾 你看我不投诉你 也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这里不能生饭 不然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 早在三年前 我们的食堂其实干净又未生 而且饭也很好吃 只不过当时卖的东西有一点点贵 但其实吃一顿饭只要两亿而已 大头儿子因为没钱吃饭 活生生恶成了小头爸爸 校长卖掉房子也只吃了一顿饭 可是后来我们学校来了一个超级富二代 他为了炫耀自己有钱 每次吃饭都要把所有的菜都点一面 而且所有的菜只吃一口就会溶掉 饿了半个月的同学们发现 垃圾桶里面有好吃的 纷纷在前面就搅了起来 昆昆在上面看得非常满意 从那以后他每天整午都会那么干 来吃上饭的同学也越来越多 可是有一天昆昆中上饭的时候 发现周围除了一个盲人小女孩之外 其他谁都没来 昆昆为了打发盲人小女孩给了他点钱 可没想到小女孩不仅不要 还大骂昆昆浪费粮食是不对的 昆昆听到后当场气账 大骂朵拉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 我自己花钱买的饭 我爱怎么吃怎么吃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于是朵拉就被这么抓进了仓库里 抓进仓库里的朵拉整天不吃不喝 很快就被活活饿死了 但奇怪的是 从那以后昆昆每天拿上做梦 都会梦到自己家里面着火 父母破产 全家人流落街头连口饭都吃不上 最后活活饿死 昆昆立马被吓醒了 他认为这只是个噩梦 自己不会有事的 但没想到几天后这种事都发生了 昆昆坐在街边非常后悔 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小明听完这个故事后 吓得立马拿起杂起啃了起来 可小明想了想 突然感觉哪里不太对 立马就猜出来 大妈是在骗他的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 宿舍里的昆昆 每天马上都要红烧一颗火蛋 导致学校的宿舍楼经常暴涨 同学们非常痛苦 校长知道这件事非常生气 不仅开除了昆昆 还没收了他的毛子 无家可归的昆昆四处流浪 每天只能靠捡垃圾来维持生活 忙人躲拉看昆昆这么可怜 面对昆昆说 哎呀昆昆呀 捡垃圾这种活 交给我来干就行了 我家有一套精装的别墅 你们要是想住的话 我两千亿卖给你好了 昆昆一听这么便宜 立马就同意了 第二天昆昆就住了进去 刚住进去的时候 房子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昆昆玩游戏的时候 突然感觉背后出现了一个人 可是每当昆昆回头看的时候 就发现后面什么都没有 开始昆昆并没有在意 可是后来这个人在不停抓他的头 好像要拽下来一样 昆昆非常害怕 于是昆昆找了一个小黑子 想让他帮助自己 小黑子在听完昆昆的故事后 给了昆昆一台相机 并告诉昆昆 昆昆呀 如果他今晚再拽你脖子的话 你就拿这个相机拍他 但是拍完了照片 千万不要自己留着 快来送给我 知道吗 于是当天晚上 昆昆就在电脑旁拍了一张照片 拍完后 昆昆看都没看 就给小黑子送了过去 小黑子看完照片后非常惊讶 便跟昆昆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 原来几年前 那间房子住过一个舞蹈家 舞蹈家不管干什么都要跳舞 有一天舞蹈家在跳了1145 14分钟后就死了 所以你房间里面的那个 应该就是电摇鬼魂了 所以昆昆你最好还是不要住了 昆昆思考了一下 立马回家报警 把小黑子抓了起来 而小黑子在法庭上也承认了 这紧因为看不干多大有钱 而偷袭了多大的事实 那么你知道昆昆是怎么猜出来的吗 那是什么事实的